最近呢我电脑行的这个V3NG 它在使用这个Cloud Flare这个节点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长时间刷新不出来 但是它在使用这个我自建的这个VPS节点的时候呢 它使用是一切正常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V3NG 它使用Cloud Flare节点的时候的表现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 它刷新啊刷新啊刷新很久 都不出来 我们再换一个 它一样是不出来 但是你回来再回来看 V3NG测试 你看延时也不大呀 连接都成功 它就是刷不出来 它不是一直刷不出来 它是大多数时间都刷不出来 偶尔会出来 那一会儿就是好 但是你不看了 你把它锁平之后过一段时间过来 它又不行了 这个问题呢很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志 你看它的日志呢 它都出现在这个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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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 连这个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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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时候 一直在连 好像没有得到回应的感觉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应该是 连这个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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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DNS 是Cloudflare的DNS 应该是连接它 用它的返代 再去连它的这个DNS 可能存在一些限制 或者其他原因 总之是应该是有些问题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想到的最简单的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改设置 把这里的DNS呢 给它改掉 改成谷歌的 OK 现在再回来 关掉重启一下 现在启动服务 然后呢 我们再来打开浏览器 刷新一下 看看能不能打开 似乎能打开了 它是好像速度不快的样子 你看 它还能打开了 它速度还不是很快 我换一个呢 还是打不开 所以说感觉还是有点问题 我们把它 刷掉重新打开看看呢 它还是打不开 你看还是打不开 我们来看这个 看它的日志 你看它现在连的是 8.8.8 它似乎还是有问题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还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过来检查一下 就是这个浏览器的 它也有一个DNS 它也有一个DNS 相机 这里有一个安全DNS 我还改一下 改它哪一个呢 改它也改成谷歌的 也改成谷歌的 也改成谷歌的 重新打开再来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两个进程都刷掉 然后重新打开 重新运行 测试 正常 回来再打开浏览器 OK 现在好像打开正常了 刷新速度也很快 速度达到了 二点几兆的速度 非常快 这样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OK 今天就到这里